台北幾下兩下 山手用水底一槍 賣給鄉哲邱 在他們要搭配之下 這個工具速度的普悠 竟是有看頭 普悠一般都很痛到 甚至是看過 山手都在腳上穿一片起骨 用這片起骨來受水 是目前先行的運動漢堡 普悠一般的運動 首先一定要具備基本的游泳能力 然後在腳上戴上一個骨 速度非常快 像我們一般游泳比賽50公尺 大概是20幾秒 像戴骨大概17秒 就可以到達終點 可以說是非常講求速度的比賽 非常刺激 200公球南豬做普悠比賽 來自全新的選手 都拿出本領在裡面比賽 在記得的比賽當中 又討論過楊炳化在第一名 這18歲楊炳化 賀普悠已經有7年的時間 他說賀普悠是最多辛苦 你學這個學多久了 已經7年了 7年了啊 上一次在台中的時候 你也是拿第一名 也是第一名 第一名 真的喔 你覺得 有圖泳最辛苦的地方在哪裡 忍受他腳的腳痛吧 真的 因為他的挖斜本身比較緊 因為我們腳有些人剛開始會不合 所以都會騎水泡的旗艦 然後甚至破皮 然後有些腳踝 骨頭還會走位 對 或之類的 對 都是要吃得下苦才能有這東西 另外路主祖也一樣 由東方桓陳秉池拿下冠軍 他這次總共拿下400公囚 200公囚 以及接禮三地勤敗 不但就好勝者 又打破了過去的記錄 感覺怎麼樣 很開心 怎樣開心 嗯 就 而且這次成績有比前兩屆突破 嗯 對 這次的成績比前兩屆還要好 嗯 每次的運動都很辛苦的一面 但是來在比賽中地的好勝者 都會感到很有價值 兩名普雄的金白選手 他都表示未來過會在這方面來繼續努力 記者聽聽 彩虹報道